至于无法得到完整的传承花瓣 将会得到得到机缘之后 才会自行传送回来 抵达此城关后 诸位道友也仅可放心 迷雾将会停止 不再继续前进 等获得机缘之后 可选择离开洞天伏地 或者是继续前进 但请记住 接下来的路将会无比凶险 与命几率极高 请诸位考虑好再做决定 话音落 方尘体内的两朵传承花瓣 也就此成形 只要他想 便可进入洞天当中 不仅是他 传承极多 但最多也就一两种而及 毕竟迷雾追逐 他们也没有足够时间 将所有传承花瓣寻得 哪怕是方星空等天骄 也只得到三种传承而及 贪多嚼不烂的道理 大家都懂 至于那些贪婪者 也基本都被淘汰 大部分人都是面露狂喜之色 他们一路来的艰辛 总算是没有白费 也算是完成了 此次寻心动天的目标了 终于 终于是成了 不用继续挨打了 刚虎更是手接 躺在地上痛哭起来 这一路上其他人是危机重重 但他是挨打重重 每一次夺得传承花瓣 过程不难 但一手都是挨打 可谓是凄惨不及 好在此关有方尘庇护 否则的话 他大致觉得自己 必定得被受朝再度揉虐 方尘道 我们找一处釜底 再入洞天 是 城门众人自然是没有意见 方尘又对跟随他们城门 进入的天交道 主尉 城门与各位的 合作到此结束 欢迎下次光临 还打折 千千补了一句 这些人嘴角一抽 尽管跟随方尘通关 是个十分正确的选择 但还是别有下次了 他们储物界真遭不住了 说完后 方尘也不再逗留 带着城门众人离去 俺也要去 火小儿喊道 也跟着城门离去 对此方尘自然是不会拒绝 路上 火小儿望着金蛋说道 方兄啊 你可要小心了 你这灵兽很不简单 只怕是此事之后 会有不少人盯上 方尘不可知否地点头 多谢火兄提醒 我会注意的 还有那方星空 他接连输给你 只怕是对你的怨念极深 寻星动天结束之后 只怕是要对你动手了 火小儿再度提醒 方尘点头 他自然是能够感受到 方星空的怨念和杀意 而他们也注定一战 只是以他现在的实力 只怕还真不是方星空的对手 看来必须尽快提升自己了 他心中暗暗想到 方星空是一个劲敌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越是如此 他越是期待和对方一战 这不是因为对方是父母宠溺 自己是被抛弃的原因 而是他一首都追求着 能与同辈天骄一较高下的渴望 找到一处府邸 布置下大阵 确定安全之后 并留下两位 未能开启传承洞天的 尘门天骄之后 大家各自寻找一处房屋 进入其中 开始漫长的修炼 方尘星念一动 两朵传承之花 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一道为天命 一道为轮回 他并未选择天命传承花瓣 而是选择轮回花瓣 因为体内的轮回世界术 一手躁动 催促着他 看在轮回世界术 帮助他那么多次 而且也就了自己数次性命 方尘也就先忍住 知晓神魔残片后三层的心 选择进入轮回花瓣洞天中 一进入其中 果然和当初看到的影像一样 面前是一个水池 池并不大 里面皆是绿色灵液 影像中 他还并未感觉到什么 可如今仅仅只是一眼 便感知到 绿色灵液当中 有着强悍的生命力 方尘能够感觉到 一旦自己跳入其中 并将灵液吸收完 对于轮回之道的感悟 必定能够有极大的突破 不过他并未这般做 而是让轮回世界术 从体内出来 这也是他迫切想要的 出来之后 轮回世界术手 皆落入灵池当中 刹那间 他的身体散发着悠悠绿光 方尘能够感受到 他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缓缓生长 叶子也是越发茂盛 生机勃勃 这生长速度 可比跟着方尘提升 要快上不知几十倍 怪不得他会如此兴奋和着急 这减守是改变命运的天大机缘 也不知等轮回世界术吸收之后 实力能够提升多少 不过看样子 只怕短时间内是吸收不完了 那就让他在这里吸收吧 去看看天命传承那边 随后他也不在此处洞天逗留 到外面后 首届来到天命传承花的洞天当中 这边的洞天 又是另外一番风景 此处仙气飘飘 建筑雄伟 宛如天庭般 而在中央位置 有三尊雕像 皆是人形 但让方尘感到格外熟悉 却又看不出是任何人 不过他却是能够感觉得出 这三人就是掌控自己命运的家伙 而且必定是自己认识的人 他死死盯着这三座雕像 很想看出他们到底是谁 但他越是努力 这三道雕像越是模糊 就好像是对于方尘的蔑视 蔑视他居然想要违抗天命 却不知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当中 你们便是天命吗 片刻之后 他最终放弃 看清这三人身份的打算 就算我现在无法看穿 日后也必定可以 这天命 我反定了 语气虽平静 但他目光却是坚定 没有一丝动摇和屈服的意思 似乎是感应到方尘的动作 虚空当中光芒闪烁 三道光芒缓缓缓飘落在他的面前 方尘见此 知道这是天命传承所给的机缘 他握住中央位置的光芒 顿时一张地图展现在他的面前 而此图所标注的东西 正是他日思夜想的神魔残片后 三层所在的位置 顶欲 诸神关键 神魔残片后三层就在那里 只是位置十分模糊 但绝对在那里 终于是找到了 看来还真得前往顶欲一趟 什么残片他必须得到 方尘将地图一切资料记录在预检中 做完这一切地图 也从他的脑海当中消失不见 于是他将目光放在剩余的两道光芒身上 随即选择一种握住 差那间 天地色变 方尘遥望远方 此处为一片天地 万物皆有 生机勃勃 可就在这时 天地间目光光芒闪烁 闪得他都不得不闭上眼睛 不过光芒来得快去得也快 刹那间就消失不见 待方尘重新睁开眼睛望去时 发现天竟然化作一柄长剑 向着地斩来 此剑平方 斩下时并未掀起任何波动 万物依旧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是渐渐地 万物衰败 万直枯黄凋零 这一剑 就像是斩断大地生机 斩断天命 既天命几断 那命也该断 此为天命一剑 天命一剑 方尘难难自语 大感震撼 此剑说不出的诡异 不像是斩断生机 那般简大 可就算它有灵童 却也是一时间 无法看破此剑强大之处 只能感应到 与天命有关 也在这时 这一剑 化作一只只蝴蝶 向它飞来 还未等反应过来 蝴蝶纷飞 进入它的脑海当中 感应到此剑之道 它立刻盘坐在地 开始吸收感悟此剑 而这一感悟 就不知需要多久 第七城关很快陷入安静 所有天骄皆在炼化自己所得的传承 时不时有天地异象 灵气爆发 都是在传承当中 有所顿悟 有所突破 与此同时 那些在此关淘汰的人 也被传送出去 他们尽管被淘汰 但基本都差不多 要完成传承花 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炼化 自然也要一些时间 才能全部吸收完 这才被传送离开 动天外 此刻众人显得格外着急 因为在第七关前 已经有八成弟子被淘汰出去 特别是第六城关 淘汰者更是密密麻麻 约有千人 连第六城关都是如此 接下来的第七城关 更不敢想象 不少人的目光 都盯向明若仙 但有几分不满 如果按照往常的寻心洞天 难度必定不会太高 最多淘汰一半人而几 但现在几经只剩下两成了 只怕这第七城关更难 淘汰的人将会越多 甚至有可能只有 九级班的三十人通过 也说不定 对于众人的不满 明若仙自然也有解决办法 那便是继续睡觉 当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方兴时尽管保持神色平静 但心中却是愤怒不及 此次寻心洞天 是方兴空成名的大好机会 因为入者皆是人静顶尖天骄 一旦方兴空走得最远 将其他天骄大大甩到后面 那必定能够名扬天下 可是 此次淘汰的人如果太多的话 在他人眼中只能说 此次天骄太刺 这才会让方兴空夺得第一 此名声就会大打折扣 如此还怎么名震天下 不仅是他担忧 天骄阁中长老也同样担忧 如此下去 这第七成官者将会寥寥无几 而且 死在寻心洞天的天骄也不少 特别是前几成官 在第二成官时 方尘明明几经提醒 却还有小部分天骄 不信其他的话 导致不少人违背规矩 甚至因此与命减守 是愚蠢至极 难道他们就不明白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吗 还有第三成官的幻境 连这些天骄都无法承受 足以说明此幻境可怕 换作以前 哪怕是林海静修士 进入其中也要淘汰大半 仲大能纷纷开口说道 神色颇为浓重 若是此次没有天骄站出 只怕天骄阁将会成为大笑话 到那时 不仅是仁皇殿名声受损 外族也会因此嘲讽人族 哼 见如此多人反应这般大 方兴时终于还是开口 他对明若仙冷冷说道 阁主 只怕你所谓的二十三周遇 见证天骄崛起 只怕是会成为笑话 明若仙也知道 继续装睡也不行 无奈只能装作刚刚睡醒 微微睁眼又重新闭上 慵懒地说道 方大人无需担忧 不还有方兴空吗 我相信 兴空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危难 甚至是带领大部分弟子 抵达第七城关 也说不定 方兴时嘴角一抽 清金爆起 真是哪壶不提 提哪壶 但愿真如此 要真是丢人丢到境外 此事绝对不会有那般 容易算了的 他咬牙切齿 好好好 明若仙又握坐在椅子上 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就别再喊我了哈 困死了 说完他又睡着了 至于是真睡还是假睡 就不得而知了 对此 天骄阁中长老 也是无可奈何 方兴时此刻 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明若仙阁主身份人皇殿 并不能首接干预 唯有等到人皇回归才能处理 但他心中几经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也要让明若仙 从这个位置上下来 而单单是此次寻心动天之事 便足以让其下台 此刻他甚至期待起来 第七城关淘汰的人更多 最好就只剩下两位数 如此的话明若仙必定下台 如此 天骄阁也会在他的掌控当中 自己成为真正的第一城 也就更进一步 也在此刻 寻心动天裂缝涌动 未抵达第七城关的天骄 被传送出来 顿时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有人期待淘汰者多 但也有人期待淘汰者少 明若仙也不再继续装睡下去 他也是好奇 这一次会被淘汰多少人 当然 并没有人抱太大希望 因为第六城关都淘汰这般多人 何况是第七城关 只怕此次淘汰者没有八九百 也有五六百多 一道道身影接连展现 望着一位为天骄淘汰 不少长老都是感到惋惜的 毕竟这般大好机缘没有把握住 日后只怕会被那些未被淘汰的甩愿 可当入口恢复平静后 众强者大致一扫 却是一阵 因为淘汰者居然出奇的少 仅仅只有三百余人而及 他的眼睛